很多后都特别喜欢藤门月季那种花墙花架开花的时候如火如荼那种感觉 但是藤门月季它确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圈 就是它主要的花期是集中在春天开花的时候一下子能开成百丧千朵 但是到了夏天到了秋天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绿巨人 大家看我后面这一片长得非常的旺盛 枝头一从一从的但是就是不开花 如果开花的话它也是只在长出来这个新枝的顶部 然后给你开那么几顿 所以说藤门月季虽然标注为四季开花 但是其实它主要的花期是集中爱春天 其他季节零零星星的开花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说说藤门月季的话大家养护一定要有这种心理的感觉 不要总是觉得我把它种下去 它就可以像那种开花墙花架一下子开满花一年四季都这样开 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就像是我们人的话你让你一年四季都如此的优秀 如此的保持旺盛的精力人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说藤门月季它春天一次性开完花以后 我们及时的把蝉花剪掉 然后赶紧补肥料 因为它开一次花基本上就把它内部的积累的养发 基本上就消耗殆尽了 一般来花此时补肥了 就开完花以后用这种三元素的货肥进行补充就可以了 一定要用这种素效肥料 水中肥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要立即给它补充 此时就不建议大家再用那种有机肥料 因为有机肥肥肥太慢 它开完花以后急需补充肥料 第二点就是到了夏天 它这样旺盛生长的时候 长出了这种又长又不开花的枝头 大家一定不要咔咔嘴再进行修剪 因为这些枝头都是明年大量开花的主力 所以我们到了夏季基本上就可以喷点沙多菌灵 带身蒙音进行预防 别让它得黑白病各种菌害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氏膏 进行喷一喷预防一下 这样的话几乎上不得病害 所以大家种藤本月季 不要过于心理预期太高 四季开花的一般来说是灌摩月季和微星月季 而藤本月季主要是春天开花 其的季就是在枝头零零星星的地方